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又去跟大家交代一下 東張西望 罕姐那件事 因為昨天拍片時是中午時間 東張西望就是晚上那段時間播出 所以還未有最新一段東張西望的內容 所以當中補單的細節是怎樣 以及其他昨天說不到的未知因素 今天都已經一清二楚知道了 甚至乎在昨天晚上這件事到最後 TVB才跟大家交代 原來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出現了 就是銀行居然選擇認低威 同行姐和解了 還要簽了保密協議 不能再將更多的事爆出去 其實東張西望說這件事 明顯是蓋了我井仔一大巴 因為昨天我才咬牙切齒跟大家說 銀行一定不會賠錢 賠了錢就不叫銀行 結果現在長得臉都腫了 不過樣子壞了不要緊 我承認的 我昨天是猜錯了 完全樣子壞了 但也要去跟大家想想 為什麼銀行會願意去賠錢 首先大家要知道 其實銀行願意去做一個賠償 這不是一個常態來的 因為畢竟銀行不是開善堂 怎會這麼容易承認自己做的錯事 然後還要自己真金白銀探錢出來呢? 所以 究竟是因為巷姐她的藝人地位身份 以前做了街大歡喜 全香港都認識她之外 還是因為東張西入的嫁入 還有會不會是因為這件案 實在裡面有太多不可以上法庭 不可以曝光的事 而令銀行想隱瞞她呢? 這些事稍後會和大家慢慢談談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支持一下我井仔 因為井仔現在的台被黑暴打壓當中 觀看數大跌 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雖然井仔在昨天那集就和大家說過 其實中間的手段是怎樣呢? 真是不重要的 因為她最終的目的就是想把陳斯拉 她裡面的存款變成自己的錢 即是叫做佣金 所以咬文雀字地去研究究竟什麼保單 那些保單又說不知頭幾多%的錢是怎樣算的 即是去研究個騙徒真正的騙的手法意義不大 因為反正A計劃行不通 她都可以行第二個B計劃的嘛 例如說 今次如果不用買保險這條條的 也可以叫她去買倫敦金 交個帳號給她控制 再不是的 又可以買其他風險類投資的項目 再不是又哄她投資加密貨幣都可以 因為反正只要這個人 她拿了個婆婆的信任 再加上她自己在銀行的職位 她的專業知識 再加上她的權利權力的話 其實只要你願意去信她 不看她的什麼簽了的話 基本上你整副身家都可以說是沒有了 但是今次東張西望的下半集 其實都公開了一些比較簡單容易消化的數據 所以都跟大家去講一下 大家聽完數據就去看看 究竟這個蛇山是真的這麼不幸 是說投資虧了 還是真的有心去拿了別人的1500萬存款 結算了 合共有6份的保險 當中有5份就是超大額的儲蓄保險 另外有一份就是危疾保險 當中第1至第3份 他們的簽署日期是很壁 基本上可以說是同一天 分別是在2018年7月20日 23日和24日去買 這三份保險是同一款儲蓄保險計劃 所以他們的資料、名字、數據等 全部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供款期同樣都是一樣 就是供5年 每年每一份就需要供110萬港幣 這三份加上每年最少要交330萬港幣 第四份就是去到2018年年底再簽 但大家計算時間 7月尾到年尾 可能是12月 其實相隔的時間 都真的不遠 總之第四份就是 就是2018年年底簽 就是用人民幣去供款 同樣都是供5年 每年的保費就是92萬人民幣 大家按下計數機就知道 又是這麼巧 只有110萬港幣一年 是不是有什麼QK 去到第五份 第五份就遲多一點 是2019年5月16日去買 如果對比第一份的話 大家是相差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那份第五份的保險 要交的是12.6萬美元 大家再按計數機 同樣都是大約100萬港幣左右 年期其實也要供款5年 去到第六份的危疾保險 這個交少一點 就是交8.2萬美元 剛好全部都是這麼巧 同樣都是供5年 如果這六份保單加起來 全部供足5年的話 就剛剛好是需要3000萬港幣 韓姐一直以來供了1300萬 應該是供完1300萬之後 銀行帳號乾堂 然後蛇山辭職 然後就失敗 大家就知道整件事是怎樣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算過一下數 通常買這些保險 頭一兩年所謂的捐款 其實就是給了代理的佣金 六份 我按計數機就算了 每年大概要供600萬港幣左右 兩年來加起來就是要供1200萬 1200萬這個數字 再計算其他雜費 可能之前再選好了的錢 其實就真的剛剛好 對應了陳媽媽的戶口的數字 所以你說蛇山在幫人設計這些保險 叫他買哪份買哪份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心計算過呢 我個人觀感 我肯定他一定是計算過要把你戶口中所有的錢 變成自己的佣金 所以才會叫你分開去買五份 當然了 韓姐其實她自己沒有盡責任 她也是值得的 我也有看到各位觀眾在下面留言 其實你這麼大個人 你還要是一個明星 你還要有少少知識 你假假的還要是舊時代的大學畢業 理論上應該是社會知識界的精英 但結果別人叫你簽什麼簽什麼 有時候真的是 有時候你是要付出代價的 但我覺得有時候的代價未必去到那麼大 你說他因為這樣 跌了幾百萬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他應該要付的懲罰 但你說因為簽錯名字 沒有看而去簽 搞到跌了千多萬的話 真的有點而那個是說不過去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要補充的 井仔我上一集就說過 東張西望那時就沒有說 我那時就判斷了 因為補單原來有年齡限制 所以蛇先生才逼不得已去騷擾了女兒 否則盡量不要騷擾老人家 否則年輕人那輩 看一看你的東西很容易穿布 還有原來保險公司 之前也有寄過一些信 去提醒巷姐 就是跟她說 喂你的保單失效了 那些 其實巷姐再加上她媽媽 拿著保單說失效 其實她也沒有人可以問的 因為只有蛇先生跟進她的保單 當然是最積極去聯絡蛇先生 但是蛇先生現在大家都知道 她是個騙徒也是這宗騙案中的最大受益人 當然了 你問些甚麼呢 她都說 其實是公司循例給你一份文件 你不用管的 她說失效是因為你供了那部份 因為交了錢 所以那部份就失效了 就不是說你整份保單失效 其實意思是說你交了錢而已 我已經幫你打點一切了 其實你不用管的 常規道具寄回一封信給你 就是這樣 其實這些明顯是哄人的藉口 讓你不要管 你不管 她就有時間可以執包服去其他國家 總之所有寄給你的信 你都不要管 你不用看 最好都不要通知蛇先生我自己 因為過多幾個月 甚至過多半年 到時吃光你整個戶口的錢 到時計劃通了 自己就可以功成身退 走路了 所以有時候大家 我都知道有時候 信箱會有很多九不八的信 但不是代表大家不用看 但凡所有我自己 有寫我的名字的信 就算我知道 它可能是傾向無聊的廣告 都循例打開看看 當我真的發電了廣告 我才丟掉了它 就不會說拿了一封信 看到根本完全不關自己的事 就直接丟掉 即是無論怎樣都好 寄些什麼給你 事出必有因 你怎樣都打開來看看 哪怕它是一個廣告的 你看到不對最多就丟掉 但萬一關你事 有些重要事 你沒有去處理 或者少了去處理的話 你隨時變成第二個 扛借的嘛 然後又去跟大家說一下 第二個大家都很關心的重點 就是 明明戶口只有1000多萬 但為何又可以 批到加上3000多萬的保險 其實這件事 東張西望都和大家揭曉了答案 東張西望都有去問過證監局 即是去問過機構真正的處理程序 就說 其實有份付錢的人 是應該會收到一份財務報表的 但韓姐就說自己沒有收過 這些擺明就是 蛇山自把自為的收起來了 因為都是一句 萬一給了你 你不過意看多兩眼 那就出事了 出了事 就沒得貪錢下去 甚至乎自己做重要 錢就沒拿 老人就要盡快走 所以大家明白 蛇山那些文件 盡量瞞得住的就瞞了 叫你不要理的你就不要理 大家明白 最終發現蛇山原來一直 虛報行者的收入 才可以令到他們 去買一些高額的保單 在這裏就知道兩件事 為何一直以來都關於韓姐的事 第一就是貪她年齡夠輕 符合保單要求 第二就是可以用韓姐 她一個還在工作的人 再加上是一個藝人 即是普通人估不到她的收入 又或者可能她有更方便 去幫她插入一些虛假的收入的職業 例如說你是做護士 你是做老師 即是正常學校老師的話 其實人工多少呢 是可以上去政府網站那裏查一下 你做了多少年 連知多少 大概猜到你的收入是多少 但是藝人的話 煤的話可能每個月賺兩三千都不頂 好景的話每個月賺幾百萬都不頂 正正也是藝人這些身份 方便蛇山這些人 用她專業知識 強硬加收入到韓姐那裏 當時韓姐就在電台做主持的那裏 她收入就月入三萬 不過我相信肯定不止三萬那麼少 應該都會有些補貼 或者叫做公司的廣告 可能韓姐自己都未交代了 但是就算你說三萬元底薪 再有些bonus也好 最多就變四萬變五萬 但是蛇山是狼死到 她是直接把韓姐的收入 由可能五萬直接吹到 變低估的情況之下 是十萬 甚至乎去到十二萬 另外自己又作多條數 就說人工以外的收入是五萬 所以蛇山吹到韓姐的收入 是十五萬去到十七萬一個月 另外就還要將她媽媽 在北角那棟樓的全部業權 虛報吹水 就當成是韓姐她的私人業權 令到你去寫韓姐她的流動資金 收入的時候 可以很輕易去作條數 就說她已經去到三千萬 每買一份保險的時候 又硬撕到一千萬的資產 到韓姐那裏 所以最後韓姐她的資產 無緣無故變成有六千多萬 就是被銀行佬 真是被 Walmart 被自己丟臉 自己變成千萬富翁 但實際上 你説就說我有六千萬 其實一元也沒有 還要講自己的那千幾萬 已經被蛇山吸走 大家可以看到 這件事不是單一件事 也是無數的謊言 回應無數的謊言 例如说蛇山的下属帮他整理资料 你猜他们不知道自己老板蛇山在做的事吗? 不过老板叫到你没理由不做 甚至你尝试去踢爆他的话 他随时用自己的权力去炒你去封杀你 要你以后没得做银行的 那大家怎样呢? 那就狼狈为奸 不过可能就说服自己 不关我事的 就算东窗事发都好 我帮蛇山做事而已 实际上蛇山都没有另外付钱我 就算东窗事发被人知道也不关自己事 有很多借口去推卸 有时很多人的心态 间接就纵容蛇山这一类的情况出现 到最后跟大家讨论一个 为何银行会愿意找数这个问题 因为由昨天开始 大家都开始猜究竟是哪一家银行 甚至在下面留言 也有人自己猜是哪一家银行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没有生减这些留言 但大家怎样估计 但实际上是没有一家媒体 告诉大家是哪一家银行发生这些事 因为如果经由任何一个媒体 去说出来的话 其实对一家银行的声誉 是摧毁性的大打击 因为到时大家都怕了那家银行 你有一个蛇山 你会不会有第二、第三、四、六个蛇山 因为银行与人最大的关联是信用和信心 我信得过你 你不会突然走路 我才放心把自己的身家 放在银行 而不是放在自己的家银行 因为放在家银行 有时可能会有家责 再不是 会不会有人来包银行的 就是因为大家信任银行 多过信任自己的家银行 所以银行才会 掌管到这么多财富 如果银行没有信心的话 很难再经营下去 就当人们愿意放存款下去 但很多时银行怎么赚钱 不是靠你们的存款 是靠你去买投资产品 或者是房屋的借贷 银行就是靠这些利息为生 如果没有这些 没有人愿意信任银行 可能银行背后 随时是十几亿都不顶 所以大家看到 为什么银行愿意赔钱 也不想这件事 可能再经一些媒体 经过法庭 将整件事的来龙去物爆出 但是刻心点说 如果这件事 是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人的上面 又或者这件事 没有惊动东章西望去报导的话 一定是没有陪带 但今次罕姐是一个香港地 无所不知的艺人 再加上东章西望这两大光环加持 所以银行才这么顺滩 因为东章西望也有说过 之前他们有去过证监局 金管局去投诉 但别人用文件 别人整齐了 投诉不成立 所以别人都没有理罕姐 就是因为这件事 闹到上去东章西望 银行担心自己的 桌子会变臭 所以才愿意自己去银行包出来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什么银行真是那么顺滩 银行其实很讲道理 其实里面全部都是利益和计算 如果各位面对很严重的事 或者难关的话 见到这么多的例子 我建议大家尝试去找东章西望帮忙 因为东章西望是一个特权机构 它可以令到很多 原本不做事的政府部门 原本十几年都不处理的问题 突然之间 一声帮你处理它 甚至连证监局 金管局 这些专业机构 都不愿意去处理的问题 银行居然不需要经过任何的 手续 投诉 主动赔钱给你的 但是现在看到了 你能够去找东章西望帮忙 其实竞争我相信很大 因为香港每天都不知发生 几多十万件悲惨的事 难听说你一定要够惨 或者你本身个人 是拥有一个特别的价值 东章西望才会帮你 如果不是的话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陷入 一个有冤无路诉的情况 我自己也是过来人 我自己还是处于一个有冤无路诉的环境 明显 罕姐今次是超级超级超级的幸运 但是也是一句 你不可以因为其他人的幸运 而觉得他日自己发生类似困难 自己都会是好运的 所以防患于未然 我都不想各位观众发生这些事 特别是 我相信看到我的观众 大家和我一样都是一个弱势社群 我相信都不会有什么出名 或者很厉害的人会看我 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人生 要多些负责 所有东西看清楚点 才做任何的决定 因为这个世界 会去对他人的问题伸出援手的人 其实真的好少好少 就算有很多正义想言 常常在说怎样怎样的人 很多时对他人的问题 都是选择就手旁观 甚至乎恨不得你去死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件事里 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